为欢庆我国独立50周年 来自15个集选区的2万居民 明年将利用乐高积木制作图像 描绘新加坡的独特故事 人民协会在滨海湾花园举办的 社区嘉宁华会上宣布了这项计划 人民协会也将和更多基层组织 以及新移民协会合作 连办50个社区服务项目 这场社区嘉宁华会 吸引了超过4000名居民 以及新移民前来参与 现场有各种活动和游戏 以及各民族的特色小吃让居民品尝 国家发展部长许文元也出席了这场活动 和居民一起彩绘回收塑料瓶 这些塑料瓶将是明年装艺大游行的 其中一个装饰